不要再用錯誤的數字 錯誤的燈號 來自我麻痺 來也狠批蔡政府說不缺電 卻在一週內停電兩次 要求蔡總統道歉 經濟部長王美花 前經濟部長現任 行政院副院長沈榮經 通通都要負責 向大家拍胸部保證 台安絕對不會缺電 它不但是當時的保證 它現在沒有離開政壇 它甚至於成為 經濟部台電的更大的長官 除了開記者會 國民黨前主席朱立倫 跟現任主席江啟成 也在17號晚間發文 指出人民你可不要 總統道歉 而要正常生活 水電供應無語 核四公投領銜人 黃世修更趁機猛酸 一開頭就用諧音言語 小英總統阿公電又出事了 指出18號可能會持續分區停電 黃世修還爆料 台電已經勸說一些工業廠商 暫停產線 到時候台電不得不承認 因為缺電才停電 更把矛頭指向 民進黨副秘書長林非凡 林非凡說梗毒說這個 不是缺電 是什麼輸電系統的問題 馬上就跳第二次 這個就是只想用梗毒 華麗的內宣大內宣來洗人民的腦 致歉呢只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最後我們還是希望 在今年的用電高峰 遇到疫情的情況 台電應該趕快的拿出具體的作為 立雲立委也希望台電提出解決辦法 並且停電的民怨誰也承受不起 不過台電17號記者會中 三度提到缺電原因之一 是台速集團的賣療三號機 沒來的急發電 不只台速主管怒斥是栽贓 藍營更痛批台電甩鍋 全台停電之亂 讓民進黨再度成為劍拔 歡迎新聞江伯偉 正海中台北報導 臨時代採集團的